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CM是西傅 那你現在看到我現在 我把通知中心拉下來 那你會看到這裡 會增加了一些圖案 那你可以看到 它上面我先從下面開始好了 下面這裡呢就是你目前已經開啟的應用程式 就跟你現在 多工具列這裡的一模一樣 那它這個東西 它就會跑到上面這裡來 那接下來這裡呢 會有一些蠻有用的一些圖案 假如第一個呢 你按下去可以打開Wi-Fi 那這裡按下去可以調整亮度 那 你看喔接下來這個垃圾桶的按鈕 我只要把它按下去 它就可以把所有的背景運作的 應用程式全部關起來 好那接下來呢 這裡會可以進入這個飛行模式 那你按一下這個按鈕 你可以直接到主畫面 它會按一下你的主畫面 那 我們再來看下一頁 這裡會打開 訂閱定位服務 那 這個呢 這個 接下來這個按鈕是清楚你這些標記 就有時候會非常好用 你看我現在沒有標記 好那你可以看到我現在有一個3 這裡有一個3 那有時候你會覺得很麻煩 那你只要把它按下去拉下來 滑到第二頁 這裡會有個Badge Cleaner 那你只要把它按下去 你看已經清除了 那你可以看到這裡就什麼都沒有了 那這裡所有的東西都不見 所以它就可以幫你清除 那接下來這裡一個是Flashlight 你可以打開 你就可以打開這個閃光燈 那鎖電筒 那把它關起來 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按這個按鈕 你可以直接到鎖定螢幕 那這個就是 呃 你可以 這個Rotation控制 就是你可以 呃 防止它會變成這樣橫的 那 接下來這個 呃 AutoLock 這個你可以 就是打開自動鎖定 還有關閉自動鎖定 那 就像這樣子 那這裡藍牙 啊Respring 你都差不多都知道了 那 接下來呢 我要跟你們介紹這個是還不錯的東西 還蠻不錯的 那 你看 你這裡你就可以選擇 呃 室外模式 室內模式 還有睡眠模式 那 這些 東西呢 室外模式就是 假如你可以設定一些你想要的 然後 就 當你的室外模式 那我們現在來設定裡面看一下 怎麼設定這些室外室內模式 你看我現在是室外模式 那 室外模式你就可以控制 假如我現在 我在室外那裡 亮度要看你可以選擇亮度要多少 那 我現在選擇50 假如你要室外模式應該要亮一點 因為有太陽 那我就按Apply Mode 你看就變80% 那 假如室內模式呢 我不要這麼亮 我可以這裡選擇亮度選擇50 然後我要打開Wi-Fi 那 這裡 你就把這兩個打勾 那 你就按Apply Mode 現在是 室內模式 那 睡眠模式呢 我現在在睡覺 所以 亮度要很暗 那 假如我現在把它調最暗的是 亮度是0 那 你看幾乎沒有亮度 好 我先把它調高一點好 這樣你才看得到 那 我現在 假如 我要把Wi-Fi關掉 我要打開飛行模式 因為 因為我根本不會用到 因為要睡覺 那我就把亮度調最低 所以 這個就是室內模式 你可以調 調整 那 我現在 回去室外模式 所以 亮度最高 然後 沒有Wi-Fi 或者你要打開3G也可以 那 我就把3G打開 啊 我這是iPod touch 所以沒有辦法打開3G 那 就 就差不多這樣子 這就是所有的設定 那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 Use the memory 我這個就是你的RAM的使用率 那 我現在已經使用了79% 因為iPod touch的RAM很少 只有500 500MB而已 那如果你是iPhone 5的話 可能 就有1G的RAM 那就 可能就不會用了這麼多 那 如果你RAM使用越多的話 你的iPod touch就會越慢 所以 你可以盡量把這裡的所有的都 應用程式都關掉 這樣子你的RAM就不會使用這麼多 但是 我已經關掉了 為什麼還使用78%呢 就是因為 呃 我用了很多 越獄的這些 應用程式 所以 就會很耗RAM 那這樣子你速度就會更慢 所以 建議如果你 下載了很多 這個 越獄的應用程式的話 呃 你可以 試著關掉一些 這樣子 就 比較不會耗RAM 那速度也會比較流暢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應用程式 就是我剛剛跟你們介紹了這麼多東西的應用程式 那這個東西叫做 Battery Doctor 那所以我只要一進來這裡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我剛剛來設定的介面 叫做Battery Doctor Pro 那 你可以看到 呃 差非常多 AppStory只是一個可以讓你 看你 這個電池的訊息 那這個CDR版本還有多了這些東西 然後還有一大堆新的功能 接下來你可以切換這個模式 那 那 接下來呢 你拉過來這裡 你會看到 你看 這個 還蠻不錯的 那你拉過來這裡 你可以看到 這是 主頁面 主頁面就在這裡 那你可以切換模式 那這裡還有一些基本的資訊 好 那接下來你可以看到這個 你可以 檢視你電池的電量 那這裡寫95% 我這裡寫85% 所以我不太確定這是怎麼樣 那 如果你在充電的話 他會跟你講 你要還有充多 還可以充多久 你看現在如果沒有充電 他也會跟我講 如果你在充電47 充47分鐘的話 你就會 充到滿 那 接下來我們這裡會有記錄 這個就是維修記錄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記錄放在這裡 那你只要有維修你就會在這裡 那它會提醒你什麼時候需要維修 只是我不知道為什麼iPhone需要維修 那這裡System System就是 就會有你一大堆 你的記錄 那你只要把它拉下來 就會有你非常非常多 你說iPhone Touch的記錄 應該說是你iPhone Touch的資訊 那我不會 我沒有把它拉上來 因為那有很多這些 就是私人的資訊 那 接下來這裡 RANK 它這裡最 最好的用途就是 它會跟你講 所有 所有應用程式的耗電量 所以 呃 Usage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它只有這一些而已 不過它就會用 它就會跟你講你常用應用程式 就是我最常用的應用程式 的耗電量 那你看看到Celia真的蠻耗電的 然後Battery Doctor也有一點耗電 所以這個就是你的耗電量 那我們再出來 就接下來會有Feedback 就是你可以回應 那還有Version Feedback 就是可以回應 那Setting 接下來這個Setting 就是設定 那你只要進去 你可以設定一大堆東西 那你看到這裡全部都是英文 其實 它有中文版 所以你只要 你只要你這個iPhone是中文版的 你就可以用中文版 那我現在是英文版 所以它就會變成英文版 好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會有一大堆圖案 那如果你要改 更改這個圖案的話 你就可以到這裡Customize 這裡 那你可以 呃來移動這個圖案 就可以這樣子移動圖案 就像這樣子 好那 這個應用程式就差不多這樣子 你可以去CDR裡面找到 那如果你要去CDR裡面找的話 呃是你要打中文 叫做金山電磁 呃應該叫金山電磁醫生吧 那 我現在就把金山 複製起來 那我現在叫做CDR 好我把金山貼上 那你就看到金山電磁醫生 那 只要把它 點進去 那你就可以看到這裡 金山電磁醫生 那你就可以去下載 那這個是一個免費的應用程式 所以非常非常的好 那你可以看到它有中文版的 也是繁體中文 那如果你是簡體的話 也可以用簡體中文 所以 這個是金山電磁醫生 那 非常非常推薦 所以 因為是免費的嘛 所以就去下載看看吧 那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或者想要看更多的話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子以後 新的影片出來的話 你們才知道 那也不要忘記去 CDR脈絲西部的Facebook粉絲團 去按個讚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